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Trendforce集邦咨询研究,2023年第三季前十大晶圆代工厂产值为282.9亿美元,环比增长7.9%。 台积电排名第一,市场份额57.9%,第三季营收环比增长10.2%,达172.5亿美元。 其中,3奈米在第三季营收占比达6%,而台积电整体先进制成7奈米还以下营收占比已达近6成。 三星位列第二,市场份额12.4%。第三季营收达36.9亿美元,环比增长14.1%。 格罗方德第三,市场份额6.2%。 第三季晶圆出货和平均销售单价持平第二季,营收也与第二季相近,约18.5亿美元。 联电市场份额6%,排名营收微幅环比减少1.7%,约18亿美元。 其中28奈米、22奈米营收计增计一成,占比上升至32%,中芯国际市场份额5.4%。 同样受惠于消费性产品季节性因素,由以手机相关集单为主,第三季营收环比增长3.8%,达16.2亿美元此外。 华红半导体、高塔半导体、世界先进、英特尔、B基电、机身前十。 三星电子作为当前全球第一大记忆体晶片厂商,对SK海力士的市场份额领先优势,在三季度有缩小。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DRAM的市场份额差距已缩小到了4.4个百分点,NAM的快闪也缩小到了11.2个百分点。 在记忆体晶片市场面临追赶者压力的三星电子,在他们大力发展的晶圆代工业务领域,也不乐观与第一大厂商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差距,在三季度有扩大。 三星电子晶圆代工业务,三季度营收36.9亿美元,环比增长14.1%,在全球晶圆代工营收中的比重,由此前一个季度的11.7%,增至12.4%。 而台积电在三季度营收172.8亿美元,环比增长10.2%,在三季度全球晶圆代工营收中所占的比重为57.9%,高于二季度的56.4%。 份额增加更多的台积电,也就拉大了对三星电子的市场份额领先优势,由二季度的44.7%,扩大到了45.5%。 不过,虽然三星电子晶圆代工业务与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差距在三季度有扩大,但较今年一季度还是有明显缩小,一季度两家公司之间的份额差距是50.1%, 高通和辉达等全球巨头遵循多元化的晶圆代工战略,但目前,高通、辉达的高端晶片主要都是依赖于台积电的代工。 此前,辉达财务长CollectCress在瑞银全球技术大会上暗示,辉达可能会考虑让英特尔IFS代工作为其晶圆代工供应商,生产其下一代晶片,这可能会脱离于台积电在AI晶片方面的独家合作关系。 对于这些晶片大厂来说,多元化晶圆代工是一个基本策略,以便降低对于特定供应商的依赖。 顾问公司RHCC CEO Leslie Wu表示,二奈米技术的主要客户正寻求将晶片生产分散到多个代工厂,只依赖台积电风险太大。 报道指出,高通计划下一代高阶智慧型手机晶片,采用三星SF2节点2奈米制程生产。 三星在去年6月底就宣布,全球首发量产了3奈米工艺SF3制程,同时也是首家采用环绕式炸集GAA电晶体架构的厂商。 三星表示,他们已经全面部署,可以在2025年大规模生产SF2。 由于三星是第一家进入并改造GAA架构的公司,他们希望从SF3到SF2的进展会比较顺利。 不过,业内人士透露,三星最基础的300米,晶片粮率仅为60%,远低于客户预期。 此外,还无法很好驾驭苹果A17 Pro,或者辉达GPU晶片方面,在复杂度上升之后,粮率会进一步下降。 美国避险基金Doughton Investments分析师James Lim告诉金融时报,三星视2奈米为扭转局面的关键。 只不过,业界对三星是否能比台积电更能落实制程升级仍表怀疑。 台积电则告诉金融时报,重申其目前二奈米制程开发进度顺利,并将按进度在2025年量产,届时将会是业界在密度和能源效率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台积电先前语法说会上也指出,观察到二奈米在高效能运算和智慧型手机相关应用方面获得客户兴趣和参与,与三奈米在同一阶段时不相上下甚至更高,预期二奈米在2025年推出时将是业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台积电规划,二奈米背面供电方案预定2025下半年推出,2026年量产,台积电和三星都计划2025年开始量产二奈米工艺晶片,双方的早期争夺战已经打下。 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已向苹果和辉达等大客户展示N2节点,即二奈米圆形的制程工艺测试结果。 但与此同时,三星不仅将推出二奈米,圆形还开出折扣架以吸引辉达等客户。 高通公司计划将下一代高端手机晶片的部分订单,采用三星SF2节点,其二奈米制程生产。 台积电在制程工艺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此次展示二奈米,圆形的制程工艺测试结果,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地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原型是台积电为推动二奈米制程工艺技术而进行的内部研发项目的一部分。 目前,台积电正在与客户合作,已将这一新技术应用于实际产品中。 除了台积电,三星积极挣脱二奈米订单之外,英特尔也将加入二奈米晶圆代工战局。 目前,英特尔正在按照之前提出的四年量产五个先进制程工艺节点的计划推进。 最新的英特尔三制程计划于今年底推出。 2024年上半年将会量产英特尔20A,下半年则将量产英特尔18A, 并且后两代制程都将会采用新型环闸电晶体架构Ribon FET和背面电力传输PowerWire技术。 根据英特尔在今年7月披露的讯息显示, 即将利用其Intel18A制程为爱立信制造定制5G SOC片上系统, 为未来其5G基础设施打造高度差异化的领先产品。 金融市报称,这场半导体二奈米制程竞赛将塑造5000亿美元产业的未来。 总体来说,在业界看来, 三星此次推出二奈米制程工艺并开出折扣架, 是为了与台积电争夺市场份额。 尽管台积电在制程工艺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但三星的这一举措可能会对台积电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于未来的市场动态,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制程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 晶片生产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实力。 在这方面,台积电和三星都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技术积累, 因此,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